机车族骑车在外难免会碰到停车时 自己的爱车被撞倒的意外发生 不过提醒您要注意了 高雄长歌医院附近就有一名骑士 为了停车撞倒车格内的其他机车 整个过程却被附近的民众录下来 虽然骑士当下有把倒下的机车给扶证 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络资料就离开 而这样的行为是已经构成了肇事始离 除了面临最高3000元的罚还之外 还得负责毁损车辆的修缮费用 穿会议的骑士骑到路边打算停车 却不慎撞上停在一旁的黄色机车 导致黄色机车重心不稳 应声倒地 虽然骑士立刻下车将黄色机车扶正 却没留下联络方式撞了就跑 这一幕让其他机车族看了好生气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长庚医院附近 只是骑士以为跑了就没事 没想到整个过程全被附近民众拍下 影片po上网网友群起踏罚 认为实在太恶劣 而这样的行为其实已经处罚 肇事始离 裁罚金的是1000至3000 建议拨打110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这样是对民众比较有保障 撞毁他人车辆却没留下联络方式 也没报警触犯肇事始离罪 一旦受害车主报案最高可罚3000元 还得赔偿受损车辆维修费用 可别以为跑了就没事 记者王秀成高雄报道 是从互通编写始导备的 佛约域